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0月27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一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大盘的走势 今天加权指数的部分是呈现一个震荡的态势 早盘指数先以平盘附近小涨3点开出 震啊震啊震十点多一度杀下来 但是也只跌61点并没有太多 到了下半场又拉高上去翻红 最后收盘翻红上涨了40点 以17074点做收 那指数的部分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都站上了一万七千点大关了 是不是代表这个盘是已经确定稳住了 哇可以赶快买呢 那类股的部分却差异还是非常的大 这礼拜航运股礼拜一反弹个一天很多人都觉得底部到了 可是如果说跑去加码摊平航运股这两天指数拉高上来又痛苦了 因为昨天指数涨了140点 航运股动都不动 今天指数又翻红 可是航运股是再度的一个下杀 尤其散装航运 前两个礼拜一堆头顾老师都叫大家 不要再买货柜该买散装航运 结果现在散装航运反而持续在破底 该怎么办还能够摊平下去吗 那今天又看到小型IC设计股 跟昨天是刚好反过来 昨天大盘大涨的时候 小型IC设计股是杀生隆隆 今天指数震荡整理 反而小型IC设计股又堆又复活大涨 那是不是这地方干脆把航运股都杀掉好了 来去追小型IC设计股好了 真的可以这样吗 好针对盘势的部分 我们待会会再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是10月27号 第一通指令在9点07分 每天第一步都先观察盘式结构 来决定多空 那今天看到美国股市 昨天礼拜二开高拉回之后 留了一个上影线 小NAS的旗子早盘在平盘附近整理 代表美股的部分 这里是在做整理的格局 那胎股指数平盘附近开出之后 首盘呈现了一个空房量276亿 预估量大概在2800亿上下 所以昨天的量有3000亿 今天量又缩下来 而旗子在指数还红的时候就翻黑了 所以我研判今天指数 大概又是个震荡整理盘 那重点仍然是个股结构强弱的变化 那这种震荡整理盘 原则上追高风险会比较大 我会建议会员朋友采取反市场操作的方式 今天锁定的标底 在这个电动车概念股当中 最近很红的一档康普 今天又有利多见报 在Tesla股价大涨市值冲破了千兆美金之后 法人预期康普在年底之前 产能的驾动率都可以维持高档不坠 继续的看好 但是利多见报之下 注意前两天就已经股价先连两天大涨 今天有利多 然后昨天的单日周转率已经超过50% 短线已经有点过热迹象 而且昨天的买盘146来自于 这两天的买盘14都来自于短线大户 那早盘开个高 一度出量拉高 看似大单敲进吸引散户抢劲 人家早盘冲上去之后 一度这边有大单 但没接下来呢 跌落到大单敲进的成本 也跌落早盘均价 反弹高位过高 指数拉高上去的时候 也没有再过早盘高点 疑似有大户趁着利多见报 拉高出货的迹象 短线动能指标也翻黑 出现转弱讯号之下 因此我建议会员朋友 今天4739的康普 我们采取短空 当冲先卖后马的策略 不过这档股票 今天比较跟会员朋友说 抱歉没有能够赚到钱 原因在说 康普虽然说12点过后 真的出现了一波的下杀 但是他是在这地方 先拉高一波上去 最高冲到159 再杀到151.5下来 那我们这个地方 今天是在10点35分发出指令 短空4739的康普 短线当时技术面 已经有转弱讯号之下 定价152.5到153.5之间 先做卖出 那停损我们也设下了 在155块的价位 如果杀下去目标145 那不过今天这个地方 后来153块顺利成交之后呢 到了这个10点45分的时候 突然一波买盘进来 出现转强的走势 因此当时触及到 我们预设的停损155块 我们也就建议会员朋友 市价155块附近 请先买回来 遵守机率 请勿凹单 所以今天 这样子康普153先卖 卖完之后 触及到停损152 155的价位 赔个两块钱 大概1.3%左右 我们建议大家先收回资金 那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当然今天 可能有人觉得 哎呀好可惜哦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会觉得说 今天虽然说触及到停损155块 但是10点钟之后 真的哇 这地方利多见报之下 有大户出货 一波的杀下来 最低还杀到151.5 那如果说 我们不要这地方 停损 跟他嗷嗷看 不但能解套 还可以有机会小赚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嗷嗷看 能解套呢 这是做股票 其实我一再提醒大家的 很多人在股市当中 当冲都这么做 怎么做呢 看对的时候 跑得都很快 赚个几百 赚个2000 都跑没有问题 万一看错的时候呢 重点来了 很多人都会舍不得认赔 都想要嗷嗷看 想看能不能等解套 那接下来 通常这样 嗷单 嗷着 会成功几次 成功一次 成功个两次 成功个三次 每次就会开始习惯 看错就嗷着 想说都会解套得了 但是到最后 一定会发现 总会有几只股票 解不了套 而因此就是那几只 凹下去解不了套的股票 让你重伤惨赔 甚至很多人就此毕业 都有可能啊 去想想 今年为什么很多人 在航运股的部分 受到重伤 甚至就此发毕业文 不就是因为 当看对的时候 都赚得很快 快心 跑得很快 看错就想说 不行 再熬熬看 常常 真的又被要熬对了 就每次都习惯熬单 熬到最后 航运股一波的一个反转下杀 解套不了了 甚至就此毕业了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呢 这样可以吗 千万不要这么做 所以我会再三叮咛 做股票的操作 当然就跟吃烧饼一样 吃烧饼没有人不掉芝麻的 重点是你掉个芝麻很正常 但是千万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只吃芝麻 却掉了一个大烧饼下去 也就是我常说的 一个操盘高手 当然有看对 会有看错的时刻 这是必然的 但是当你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小赚 四季来做大赚 万一看错呢 绝对小赔 不对了 就赶快先收回资金 绝不可以让大赔 这件事情来做发生 就像今天我们的一个康普 虽然看错 这地方触及到停损 155块 我们卖在153的 对不对 我们二话不说 通知大家 在这里遵守几率买回来 这样子 帮你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赔个一%多 假设今天做个100万 这个做个 这个七张好了 两块钱 一整共是14000左右 对不对 小赔就出场 要赚回来很容易 但如果说 你想要凹着 哪一天真的回不来 就这样一路上去 真的就有可能就此毕业 对不对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 看错 小赔就跑 绝对不要让大赔 这件事情发生 看对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 才会是真正的赢家 好 就像今天 我们虽然这地方 中 这个 虽然我们的一个 这个康普 赔个1.3%左右 给他 但是看对 像昨天 我们做中探针 昨天是 隔日冲大户 前一天锁完 涨停 隔天拉高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时候 我们建议短空先买 有没有 一早建议大家 这地方 在这个 高档60块附近 来做一个短空的一个动作 好 来看到 这是在 昨天的一个中探针 建议大家 60元附近 先做一个短空的一个动作 那顺利的成交最高来到60.2之后呢 一波的杀下去翻黑 好 通知大家 58.2以下 可以买回来了 那当然尾盘还有更低57块多 那我们这个补债58块2 至少稳稳的把1块8 1块8的价差 赚进来 好 那他的股价比较低 好 这样大概3%左右 好 换句话说 假设昨天100万做个20张左右 昨天是一口气 加薪的3万6 啊 今天吐个1万多回去 无伤大雅 都还可以将继续到大赚小赔 大赚小赔之下 成为赢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操盘高手 好 看对看错都有可能 但是看错顶多小赔就跑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这一点好 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也都会继续坚持这样子 不说谎 不骗人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都诚实跟大家讲 那么如果说投资怕认同 县荣老师这样子的理念 万一看错 宁科小赔 绝不凹单 绝不大赔 看对 有时候小赚 伺机大赚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 原份到了的时候 一起征服国家 共创双赢 好 那接下来的盘式 继续看下去 当然指数的部分 上礼拜已经跟大家提到过 那大盘原则上 在年限半年限之间 目前如预期的 都还是在这里来回的一个震荡 那如果说这两天 反弹上来 攻到了一万七 重点是 季线半年限 现在在这里死亡交叉 其实之前杀到16162 破了前波低点 乖离比较大 我也讲过 年限附近会有支撑反弹 对 但是谈上来 来到季线半年限 当大家觉得 好像真的没事了 好像要冲的时候 其实行情 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那接下来 要上去不是没有机会 还是一个关键 多方攻击量要有三千两百亿出现 这个量足够了 这才有机会 正式的这地方先有量 才有价值下 站上季线 半年限来挑战 18034 那不然呢 不然如果量不出 指数就算给他 稍微过一下季线半年限 通常也不会太久 像上次17633一样 过了一下季线 又开始下差了 对不对 那这次会不会一样的状况 关键还是在成交量 多方攻击量三千两百亿 能不能够出来 有的话就有机会 开始在地方 这个一路的 这个挑战18034 那当然就有偏多操作的机会了 那不然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盘势 都是在季线年限附近 来回震荡 而且个股 一日行情会很多 像航运股 礼拜一反弹个一天 又杀下来 爱惜设计 涨个一天 昨天又杀 今天又涨 你要去追吗 小心明天又可能开高走低啊 对不对 那更要提防 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万一FED带头提前升行 会不会造成资金泡沫的破灭 引爆另外一波全球股市的系统性风险 这都是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要去考量的风险在这里 所以才会提醒大家 在这里 你会发现真的买股票 爆波段的 赚钱很难就算了 风险还非常大 才会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风险 那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些风险 当然我也常说 这对县隆老师 如果是为了自己做业绩 想要多收一点会员 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如果是要说收会员 会像很多投股老师一样 永远告诉你 指数高档震荡不用怕 跟着买强势股 就可以大赚特赚了 听起来很对 但是到最后的结果呢 四个月前 一堆投股老师叫你去追逐的航运股 长龙从230杀到现在剩下九十几 指数涨回一万七了 股价却腰斩了 对不对 敦泰两个月前一堆投股老师 叫你去追逐这些股票 现在呢 从290杀到130 又重挫腰斩 指数涨回来了 也回不去了 对不对 玉民两个礼拜前一堆分析师说 大船不如小船啊 货柜不如散装啊 叫你去买散装航运股 结果是什么呢 一追又套牢了 所以这种状况 各位投资方可以吗 如果你都这样 不顾风险到处追逐强势股 就可能这样 一追又套牢了 所以我永远叮咛大家 那做股票一个原则 先研究不伤身体 再来讲求效果 也就是我们先去思考 风险能不能够承担得住 再来去考虑 能够去掌握多少赚钱的机会 来考虑投资报酬 这是我们做股票的原则 也分享给大家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一些风险 包括今年一月份 那时候台积电涨到679块 法说会公布资本支出调高到250到280亿 市场解读说要准备迎接英特尔的肥单了 外资因此把报告目标这个喊到最高1100了 现龙老师当时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提醒大家你要小心 英特尔的一个肥单对台积电来讲 真的是大补完吗 我说过那可能是裹了糖衣的毒药 那这里面要去注意 更要注意的是散户大军一窝蜂在抢劲的时候 外资却叫大家往前冲 自己偷偷在向后转 这样子可以吗 去仔细的思考 所以现龙老师在当时提醒大家 外资台积电在绕跑注意了 不要再all in下去了 那包括了六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航运股正热 一堆投股老师在喊进 说本益比还很低 还会涨还会继续可以继续买 我们提醒一堆大股东在申报转让航运股 春江水暖压先知 两年前国具大股东申报转让在高档 陈泰明的前期申报转让在高档 一千多块的历史教训 才还没有多久 会不会再度发生 一定要居高思维 为什么要提醒你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不要觉得航运股本益比很低 套牢了就摆在那里没关系 当本益比很低 景气达到高峰的时候 这些景气循环股都是卖点 这都是在当时七月份 就在三叮零大家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到为什么要提醒 就是要请大家注意风险 那县荣老师也很开心 这两天有很多头子 打电话进来 就是要谢谢县荣老师 因为当时有提醒大家 避开这些航运股的风险 赶快跑掉 不然现在真的翻不了身 那我再三叮零 这里做股票 还是一个原则 大盘好一点 季线年线附近来回震荡 当然如果有三千两百亿多方攻击量 有机会攻击 我们会来这地方偏多操作 但是目前仍然建议大家采取快打当冲作战的方式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才能够让你高枕无忧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是这样 有赚钱机会我们还是把握 盘中满手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严格在控制风险 看错一趴多两趴就跑 都不用太担心 盘后无论如何一定保持空手 这样才不用害怕 美股这地方 哪天会不会这地方FVD升息 造成资金庞勤泡沫破灭 开始反转大敌 我们都不用担心 生活品质能顾好 早上有赚钱机会 晚上自然睡饱饱 快进快出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的低 甚至像今年五月份 大盘一波下沙两千五百点 又急速涨上来 我们五月份当冲 累计报酬率盈亏相抵就超过二十percent 这是一个月 假设每档一百万操作 一个月甚至像在五月份 这个行情 先杀两千五再涨上来 一个月转个二十几万 都不是不可能梦想 对不对 我们操作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避免股票长期套牢 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也不用担心放空 哎呀会不会融卷一旦大增 融主力就容易发现 发现了就可能嘎上去 会不会被嘎 都不会 对不对 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不敢说没有 但是风险是最低的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回来 来天天帮你掌握赚钱机会 好 所以我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投资方想做当冲 可能没时间看盘 更多人做当冲 好 每次赚都赚个几百 一两千就跑 一看错 舍不得出 就在凹凹到最后 几万块几十万大赔了 才来任赔出场变成重伤 可以吗 千万不要这样做了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献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每天按照专业的手批 第一步观察盘是决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要做多 我们找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股票 要做空 我们找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股票 在确认转责时果断出手 最后无论如何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当天进 务必就是当天出 对不对 有攻击机会 像我们之前 锁定IC赛盘的紧硕 法人买钞 大户持续进货 转强讯号 我们短多先买 一早趁着股价大涨之前 210附近 一早先坐马进 一波的拉高上去 别人在追逐 追高的时候 你看到 我们已经在地方 顺利的买在低档 拉高上去 赚钱 整理盘 像昨天 我们做中探针 有没有 开始这地方 大户 隔日冲大户 锁完涨停 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短空先买 一早 建议大家 60元附近 来做卖出 杀下去 翻黑 58.2以下 通知大家买回 稳稳的把一块价 1块8的一个价差 3%左右 放进口袋 100万做个20张 就是 3600左右 开开心心 赚起来了 好 那不止中探针 那一天赚 上礼拜也做中探针 一样隔日冲大户 拉高 锁完涨停 隔天 转弱讯号出来 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先卖后买 杀下去 1块价差 回补 20块 20张又是2万以上 对不对 智原 也是隔日冲大户 锁完涨停 隔天 拉高反手 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短空先卖 那天 133.5 卖出 130.5以下买回 最低还杀到126.5 开心的赚个3块 假查 8张又是2万4入带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今天康普 看错了 对不对 盘中多拉了一波 才杀下来 我们也是通知大家 立即停损 155块附近买回 2块钱给他 宁可小赔个1%多 也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方式 那如果说投资吧 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子操作理念 更认同我们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一起征服湖海 共创双赢 那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也提醒大家 这一次光辉10月 给大家的压轴回馈 万圣节 超值甜甜价的 357活动 现在已经剩下倒数两天时间 广告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光辉10月 运达投顾高老师 压轴回馈 万圣节 给堂 给堂 再给堂 超值甜甜 357 超值甜甜 357 倒数两天 书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 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与分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超盘惨罪 入汇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汇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台北股市今天 连续两天 站上了17000点大关 但是也逼近了 季线半年线的一个关卡 行情来到关键的时刻 后市多方攻击量如果有3200亿出来 这才有机会站上季线半年线 到时候采取偏多操作 挑战18034 否则的话 大盘弹到这里 压力开始转重 到时候 有可能拉回 回测年线 继续在季线年线之间 来回震荡 而且 你会看到 个股 一堆一日行情之下 这里买股票 暴波段 赚钱仍然很难 重点 风险还很大 所以现阶段仍然建议大家 采取快打当冲作战的方式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这样子 内容是这样子 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会清楚的告诉你 该先买还是先卖 清楚提供 进场价 而且预设好停损 预设好获利目标给大家 严格控制风险 到了价 简讯通知你 没到价 需要修正 当天待进 一定就是 当天待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今天康普 虽然这个 出手短空之后 后来拉上去 先扫到我们预设停损 155块 宁可小赔 1.3%收回资金 也拒绝让大赔这件事情来发生 绝不做凹单的动作 就是这样看错 顶多小赔 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像昨天 这个地方中探针 60块附近建立大家 短空 先做卖出 这个地方 杀下去翻黑 我们58.2以下 建立大家 买回来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你看到 昨天这样子 一个沙盘 1块8的一个价差 20张 就3万6 赚起来了 今天吐个1万多给他 就是我们说的 大赚小赔 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跟着我们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当个快乐 当充足 帮自己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那不止昨天赚 之前 这地方 资源 也是3块 以上价差 8张 一天也是加薪个 2万4 世界先进 少赚1块半价差 这个 中探针 10月18号 也做过一趟 1块加差 20张 也有2万以上 就是这样的方式 稳扎稳打 来做操作 那么如果说 投资朋友认同 现龙老师 这样子操作理念 更认同现龙老师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给大家看到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的时候 一起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好好把握这次 光辉10月给大家的 压轴回馈 万圣节 我们给谈 给谈 再给谈 给你的超值甜甜 三五期的一个优惠活动 倒数两天了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机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四十五期的战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